第1332集 神心殿内的天才文言都是面露惊恐之色 连九幽之国皇室都无法维持念魔之体的消耗 那么转渡到自己体内不是让自己等死吗 九幽之地见众人神色紧张连忙解释道 各位不要误会 我并没有让你们送死的意思 这念魔之体对于不同的人效果不同 如果能够成功将其降服 便不会造成那样恐怖的消耗了 只是念魔之体的转渡仪式有几个条件 第一 接受念魔之体之人不得超过30岁 第二 接受念魔之体之人资质绝佳 根基稳固 第三 必须修炼魔族功法 当然最好是有魔区 然而世间魔区太过罕见 古往今来念魔之体出现过的次数都极少 即使是我 也很难找到太多关于念魔之体的资料 但是这三点是我从已有的资料之中总结出来的 而过去每一个成功接受了念魔之体之人都是绝代强者 那位曾经恨动灵武大陆天道的无上魔地 青年时期便是念魔之体 而若是成功降服念魔之体 好处也绝对是极大的 拥有着念魔之体 拥有着念魔之体 你的神魂便趋于不灭 而且强大无比 至少不会弱于封门镜存在 除非身体完全损毁 几乎没有人能伤到你的神魂 当然风险肯定是有的 若是接受失败 接受者的神魂可能受到重伤 甚至直接魂飞魄散的 而小九一共也只有三次进行仪式的机会 所以若是对自己没信心 不愿进行转度仪式之人 现在就可以离开神心殿了 放心 本王不会因为你们的选择 而追究你们的 九幽之地与毕 整个神心殿一下子沉寂了下来 不少天才你看我我看你 一时间竟是有些不知所措 而此刻的叶晨表情却极其古怪 因为刚刚一刹那 眉心传来了一道急促的声音 叶晨 一定拿下这念魔之体 我的肉身一回 要重塑当年的肉身 最关键的便是念魔之体 哈哈 天不忘我 我本以为需要数万年才能恢复当年的巅峰 现在若是有着念魔之体 最多不超过三年 我便可以恢复巅峰状态 足够杀上神国 叶晨 叶晨微微一惊 他还是第一次发现摩帝如此激动 看来不管如何 他必须拿下这念魔之体 叶晨想到了什么 对摩帝问道 摩帝 我能够成功降服这念魔之体吗 摩帝笑道 这九幽之地 对念魔之体还是多有不知的 他所说的基本没错 但是有一点他不知道 那便是这念魔之体 被神脉和摩区完完全全的克制 据我判断 在场之人中 也只有你有能力完全降服这念魔之体 不对 放眼整个灵武大陆 也只有你有资格降服这念魔之体 与此同时 魔域深处的魔族 一座充斥着阴森恐怖的巨大电雨 电雨周围魔气环绕宛如地狱 电雨之上有着一座气势逼人的 九条黑龙雕刻的巨大石仪 猙獰而又甚人 九龙黑椅上的男人突然睁开眼眸 电雨之上那些气息恐怖的魔族强者 纷纷跪下 魔尊 声音整天无上忠诚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男人是除了那位上古传说中的魔帝陨落之后最强的存在 魔域之中的铁血暴君 君魔尘 君魔尘威严的双眸扫了一眼众人 今天应该是九幽之国大喜的日子吧 一位魔族强者附和道 启禀魔尊正是九幽之国九公主的生辰之宴 是否需要动手 君魔尘站起身 手心张开一团魔光在手心缭绕 为什么要动手 九幽和我魔族本就一体 只不过那九幽之地是个自以为是的老顽固而已 这种顽固或许不配掌管九幽 不过相对于今日 我更关心那念魔之体 念魔之体 岂是蝼蚁可以掌控 台下诸多魔族强者听到念魔之体 脸色齐齐大变 念魔之体竟然出现了 这是无数人心中唯一承认的魔帝曾经拥有的存在 若不是魔帝陨落 恐怕魔族 早就征服整个灵武大陆 魔尊 既然有念魔之体出现 需不需要派人杀入九幽之国 强行掠夺 台下有人道 九龙十以上的君魔尘突然笑了 他扫了一眼说话那人 淡淡道为什么要掠夺 念魔之体那九公主掌控不了 灵武大陆的顶级天才也掌控不了 甚至可以说念魔之体有灵 能执掌的唯有魔帝 可惜魔帝陨落了呀 也对 如果他不陨落 我又怎么能坐在这个位置上 有些人本就该死 这一刻 君魔尘的脸上写满了猙獰 宛如一头来自地狱的嗜血凶兽 好了 所有人退下吧 这几日我感悟了几分 需要闭关突破 任何人不得打扰 是 魔尊 很快 整个殿宇只剩下了君魔尘一人 君魔尘想到了什么 嘴角露出一道邪魅的笑容 走下九龙石椅 手指按在一块龙腾图案之上 突然 九龙石椅背后的墙壁打开了 九幽之光照亮一切 那是一条通向深渊的走廊 君魔尘双手附在身后 向着深处而去 里面别有洞天 渐渐的一切清晰 一个巨大的雕像浮现 如果夜沉在这里 必然会发现 这雕像就是眉心的魔地 魔地危震九天 固然使雕像却是栩栩如成 周身缭绕着浓郁的血气和魔气 君魔尘凝视着魔地雕像 冷冷一笑 而后开口道 魔地 距离你陨落多久了 千年万年 还是十万年 一眨眼 上古便是如此遥远了 对了 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 当年那一战你败得不冤 毕竟那一战是我唯一一次和神国联手的呢 我若不和神国联手 恐怕你也不会陨落 我也坐不上这个位置 这种感觉真不错 可惜你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这个秘密了 可惜你的女儿被我强行困在魔海 可惜九幽之国和魔族分离 不过你放心 终有一天我会一统魔狱 到时候我便不是魔尊 我是万古魔地 刹那间杀鸡释放 君魔尘的身后出现了九头魔龙 天地易动 与此同时 九幽之国 气氛凝重 毕竟谁也不愿意拿自己的性命打赌 不知过了多久 终于有一名天才 小心翼翼地往神心殿外走去 九幽之地 看着那名天才离去的背影 沉默了 但是却什么也没有做 那名天才就这么离开了神心殿 众人见状 越来越多的人往神心殿外走去 甚至连石华与赵官都离开了 场中只剩下了寥寥数人 叶晨有些意外地 看了看身旁的楚莹一眼 问道 楚莹 你也要尝试接受这念魔之体吗 楚莹摇了摇头认真的看着叶晨 我就随便看看 此时神心殿内 只剩下蓝宇飞 楚霄 叶晨 楚莹 以及一名戴着面具的青年 九幽之地看着在场的几人 开口道 蓝公子与楚公子 是我提前联系好的 所以有两个名额是他们的 至于最后一个名额 就要靠你们自行争夺了 九幽之地话音刚落 那名戴着面具的男子便走上前来 一边摘下面具 一边对着叶晨笑道 叶先生 我要挑战你 而在那名男子摘下面具的瞬间 叶晨身旁的楚莹 却是猛的 面色一变道 是你 你不是逃出九幼之国了吗 那名男子面色苍白 毫无血色 看起来有些病殃殃的模样 但是隐约间 却给了叶晨一种危险的感觉 叶晨不禁眉头一皱 这男子很古怪 为什么 因为这名男子明明是半步封门的存在 但是给他的危险感 竟是丝毫不弱于任何封门强者 此时 这名男子对着楚莹 露出一个阴森森的笑容道 楚小姐 好久不见呢 我本来也不想来的 但是王家承诺 若是我能在这次神心殿言无比试 击杀叶先生的话 便出手将我保下 你说这样的条件 我怎么能拒绝呢 叶晨看着楚莹的面色 有些奇怪的问道 楚莹 怎么了 他还从来没见过楚莹露出这样的神色 楚莹突然伸出手 死死拉住叶晨的衣袖道 叶晨 拒绝他 不要和他鄙视 这人名叫宋独 拥有一种极为恐怖的体质 名为九幽毒体 这九幽毒体 高于后天毒体 并带着九幽魔器 叶晨深深地看了一眼几拎 然后问楚莹道 那这九幽毒体和先天毒体相比呢 楚莹白了一眼叶晨 九幽毒体自然无法和先天毒体相提并论 因为先天毒体几乎是传说中的存在 而九幽毒体却是确切实实存在的 九幽毒体 号称封门之下无人能够承受 即使是封门中期强者 一个不小心 也会有可能陨落 也会有可能陨碗 快快取证明 无人能够承受 ula 置